哈囉大家好,我是旅遊小編 今天要來跟大家推薦大家最期待的極光之旅 现在就跟随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出发追寻永恒的幸福吧 我们先来了解極光是如何产生的吧 当太阳发出的高速带电粒子来到地球表面时 在极区上空与大气层的粒子产生交互碰撞作用 释放出能量后产生的发光现象 就是我们看到的極光 简单的说呢,就是碰撞之后发出亮光 这样理解了吗? 那大家知道美极勒的极光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吗? 古代的网美,女神Aurora Aurora是一位美丽的女神 她每天早晨都会飞向天空 向大地宣布黎明的来临 大多数时间她都还是被称为黎明女神 而Aurora的希腊文 就是黑夜转为白天的那第一道光芒 因此Aurora的意思就是极光 那你知道哪个月份是追寻幸福的最佳时机吗? 极光出现的高峰期 是每年的9月到隔年3月 如果以地点来说 位在北半球极光圈内 冰岛 加拿大黄刀镇 以及挪威 都是追寻极光的圣地呢 我们所熟知的极光 其实不只有常见的绿色哦 最常见的颜色是荧光绿 其次是橘色、紫色、红色以及粉红色 那为什么极光有不同的颜色呢? 绿色是最主要 也是人们见的最多的极光颜色 绿色极光的形成 通常是太阳风在大约60至150英里的高度处 与大气中氧气碰撞出来的产物 为什么有蓝色、红色跟紫色呢? 常在极光较低的部分 移动速度看起来比较快 是由氮气分子产出的光芒 那为什么会有黄色、粉色呢? 这些梦幻的色彩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 而且只有在太阳剧烈活动时 人们才有可能看到哦 事实上黄色和粉红色 是由红色和绿色 或是红色和蓝色的混合体哦 还有一件事 传说中看到极光会幸福一辈子 你也想来一趟追光之旅吗? 如果你问我到底该不该看极光呢? 当然是 还不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花光继续都要去是吧 GoGoGo 不管您想要去加拿大黄刀镇 或是北欧坐邮轮赏极光 还是冰岛来个半自助旅行 欢迎来与我们联系找寻幸福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